各位同學 這個課堂是教兩位數的進位加法 兩位數加兩位數進位加法 在橫式時 第一個步驟是把橫式變成直式 在旁邊寫直式 在寫直式時留意一件事 要對齊位積 你寫好34 甚麼是對齊位積 就是要把個位對個位 10位對10位 34對17 4對7 這是個位 3對1是10位 再說一次 看到橫式時 第一個步驟是把橫式變成直式 然後要對齊位積 個位對個位 10位對10位 接著要寫個符號 加的符號在旁邊 然後在下面加一條橫線 在計算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先計算個位 加個位 個位在這裡是4加7 留意4加7是有進位的 4加7是11 11有進位 進1的 進1呢 我們會在這裡寫一個很小的1 提一提自己 是需要將這個1進位 進去10位的 好了 然後就會計算3加1 這個10位計算10位 3加1 3加1是4 不要忘記 留意這裡有個進位 3加1是4 加上這個進位 答案是5來的 好了 計算完之後 又進了位 檢查好 有進位 沒有漏了之後 這個答案51 你可以寫回到橫式的下面 那怎樣寫呢 在這裡寫個等號 寫3的下面 出少少 不要這樣寫3的下面 出少少 那就寫回答案51 這樣就完成了 提一提同學 不要抄賽的答案 這是第一 第二 不要漏了這個進位 漏了進位 就會錯了 好 多謝各位收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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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